OK,上司典禮根本参上司,还有各位法师,各位同门,大家好 我是来自新竹的黄鼠方,莲花鼠方 那我今天要讲的是世尊的第五十六册 对不起,第五十四册密宗解解魔法 第六十四页,莲花童子是大夫金刚 那我在想说,各位在新竹应该比较容易感受到现在的不景气,尤其是园区 然后我们公司也开始就是要各位要强迫休假了 那相信面对这种不景气,这种大环境之下 我们皈依师尊的,如果你有在实修,每日一修的话 这会将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因为我们从那个世尊的这本书发现,莲花童子是大夫金刚 因为我想各位同门应该都有听过 只要世尊到同门的餐馆去吃饭 那一天或是那一段时间的营业额都会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甚至三倍、四倍、五倍这样子 那其实在世尊的这本书上,他就讲到 那我们 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为什么他叫大夫金刚 其实我们的根本上师是一个十方俱德 他是集结诸佛的各个公公的余生 所以当我们有很诚心的在皈依根本上师 很诚心的在念他的心臓,很诚心的在修他的法的时候 本身他的福分,当我们跟他相应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夫金刚 那他的福分我们也可以得到 那这边的话,在这本这边还有提到一个很简单的解谋法 这解谋法就是说,莲花童子求财法 那各位一定会想说,那我求财,那我是不是要去求财神呢? 那我是不是要去求土地公? 其实不用,各位只要每天每日一修 修上师相应法就是在修莲花童子求财法 那这边的话要怎么修呢? 就是我们基本的四加型前行修完之后 当我们在做上师相应法观想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观想自己,就是师尊出现在虚空中 那这个师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的? 要观想成黄色的,因为黄莲花童子有浮足光嘛 所以当你观想到那个师尊出来的时候 你还要观想他三光加倍 那这三光加倍完了之后 你要观想师尊的左手是磁灵,然后右手是磁除 然后观想师尊黄色的,他的金刚灵除要摇 然后放出黄色的光芒来照自己 那自己接受到这个黄光之后 你也要把自己观想说 我自己整身变成黄色的,然后把这个黄色的光再散发出去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师尊的,我们自己的手要观想 左手磁联印嘛,然后右手就是 就是磁联花的那一手,我们还要观想 联花上面出现行者自己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你如果想要钱,那你就观想 你的那朵联花上面就是出现 四个孩子的新台币这样子 那你如果想要车子,那你就观想 那联花上面都是车子这样 那在这边其实我觉得啦,就是 就像昨天上次也有讲到 就是说,当我们跟人家 就是说跟一般人不同的 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们有皈依根本上司 那我们就,反正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就是每天就实修 不管你招到裁员啊,或者是说 你遭遇到什么经济困难 我相信只要我们每天实修 然后一心祈求根本上司 那相信最坏他也不会让你流落街头啦 这样子 好,那我今天就 就在这边报告到一段落,谢谢